好,我們上禮拜介紹到浮光機當中 浮鏡機 會看到這個浮光機的結構 光源發出它的光譜之後呢 經過透鏡,經過對準的光照 然後撲下去,撲到浮鏡機上面的情緣 然後情緣會引動,來讓你們帶有我們曝光 而我們整個架構講完之後呢 接著這一小節,重點在這個光源 這個光源不簡單 我們現在所講的機子外光,EU1 就是這個光源變成機子外光 變成機子外光 光源移動 這些光學設備都要做調整 因為不同波長光 不同波長光,它的天折的角度是不同的 大家知道色散效果 一到白光,經過三明鏡有沒有 就會到自己對彩虹出來 對不對 代表什麼呢 不同波長的光 它的折射角度會不一樣 那,顧名思義的 不同的光,它整個對準系統 跟整個透鏡的設計也都改變 但是這些透鏡都是小事 重點是這個光源 光源在曝光機裡面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那整個光源的發展時呢 基本上目前的光源主要有兩種 一種用了非常久的就是水銀燈管 水銀燈管所輻射出來的光波長很多個 而其中呢 有三個波段是最讓人家使用的 大家後面會介紹 第二個就走到所謂的準分子雷射光 而對於曝光光源而言呢 曝光光源而言呢 是 我們的要求是什麼呢 第一個,你光源輻射出來的光的 強度跟波長要穩定 強度跟波長要穩定 第二個 可以調整 這是後面還會知道 第三個 波長越短了 它陪不出來的尺寸就越小 在準確的主觀之下 它陪不出來的尺寸就會越小 第二個 強度要高 什麼是強度 每單位時間 單位面積的光的流動量 就是光的能量 每單位時間 單位面積的能量要夠強 強度其實在電磁波裡面就是政府 就是政府的意思 那所謂的頻率指的是什麼 單一顆光子的能量 單一顆光子的能量 那跟頻率有關 大家要知道 光的能量 應該是這樣講 嗯 完整的來寫光的能量的話 光源的能量可以寫作 n h mu mu 就是 頻率 h是普朗 h是普朗的特長數 n是數量 怎樣呢 一束光 一束光 一束光大過來 光的走強度有什麼呢 一個 你這個光的頻率是多少 第二個 你有多少的光幅 你有多少的光幅 那以電磁波的角度 如果從華政府來講的話 你會看到 你會看到 頻率 頻率跟波長 就是想法 應該說頻率乘上波長會等於光速 頻率乘上波長會等於光速 所以 光的能量是這樣子化的 光的能量這樣子化 也就是說一個光源 它有最基本的單位能量 而頻率越高 頻率越高 一個最基本不可分割的基本能量 單位的基本能量會越高 可是總能量呢 是把所有的光子塑料 全部加在一起就是總能量 而這個n呢 在這個表示式來講 周期 周期A代表的頻率越大小 周期越長的頻率就越小 周期越短的頻率就越大 那這個n呢 表示就是政府 就是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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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越大就代表政府越大 n就是政府的意思 所以一般波要加強 一般人就說 那到底是政府大跟能量大 還是頻率大叫能量大 要看總結合 如果今天我的Hμ 我的μ很大很大 但只有一顆光子 那它的總能量就不大 它只是單一顆光子很強而已 那如果我頻率小 可是我的光子數量很多呢 那我的能量就高了 能量就高了 所以呢 他們也是必須同時考慮 我們一般在講 光的總能量是包含光子的數量 跟每一個光子的單位能量 總和稱級 相稱級還是總結果才是總能量 所以呢 對於光源的要求 首先波長要穩定 那也代表什麼呢 頻率要穩定 頻率要穩定 波長頻率要穩定 第二個 強度要長 所以n要強 所以第一個 mu 波長要短 就代表什麼呢 頻率要高 但是頻率越高 會有一個缺點是什麼 頻率越高 穿透力越強 大家應該有這種感覺吧 就好像 一般的白光 你用手就遮住它了 可是如果是x光呢 是會 穿透過去 對嗎 不同的界線 對光有不同的吸收係數 頻率越高的穿透力會 越強 可是如果是x光呢 這大家應該有感覺 這樣講一下明白 所以變成怎樣呢 他的要求是頻率要高 一樣說 我們人去追求的重點是波長 波長要夠短 能量要夠強 但是波長 可以無止機能短下去嗎 沒有辦法 為什麼沒有辦法呢 我前面講過 我們的曝光是什麼 我們的曝光是希望用光照 擋住 露色光 要擋住露色光 那想把光主拿掉的地方 才把光 透過光照 來跟光主做反應 那換言之 我的光照的設定 是部分要擋光 部分不擋光 可是如果你的波長太短 短到什麼呢 你的光照也擋住露光的話 這就是問題了 比如說 我們都照可見光 我們一般講的光 其實是電子波的相關而已 電子波的range很大 但其中 可見光的部分 只要這麼一點點 如果以波長來看的話 波長最短 頻率最高的可見光是 浮光嗎 波長最長的是 紅光嗎 波長最短的是 紅光 紅色網的那兩片子 比紅光更長的波長 就叫做 遠紅外線 那紫色光呢 在下面就叫做 極紫外線 或是紫外光在下面就是極紫外線 就是現在所講的EUV 對不對 可是呢 你就會覺得可見光不外 會不能從紅綠藍電子 我曝光的光源 我喜歡波長越相越好 但是很早就已經到浮光了 也就是我們現在講的 我們最常用到紫光的光源 就是剛剛那樣的水銀燈管 就是 拱光波 所謂的拱 就是水銀 水銀燈管 基本上已經到達 可以到紫光了 現在就是紫光還想要繼續短 然後這時候就來了 身為一個儀器開發商 我們都知道 光源為什麼要越來越來越好 那這時候就想說 欸我想比我的競爭對手 更進一步 比如說現在正在用紫光的統治 你的競爭對手是也會想到 那下一步一定是在紫光 更小一點的波長 那就是 情緒外光嗎 那就想到 那如果你是競爭對手 就會覺得 你去跟人家想做情緒外光嗎 還是會想說 你是情緒外光 再更暖一點的 好 再更暖一點的話 跑到哪裡呢 跑到X-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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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X-Ray的缺點是什麼 穿透力的硬 但是什麼東西可以擋住X-Ray 什麼好 Wildlife advertised needles cassette 除了 ringing 現在呢 會不會覺得 會不會覺得 我們平常在拍S光的時候 什麼東西穿越不了它就會成像 在S光線上面 骨頭嘛 對不對 骨頭嘛 所以拍過去 骨頭就白白的嘛 光透不過嘛 透過去就變電掉了 對不對 骨頭裡面主要成分是什麼 幹 不要說牛奶 幹 所以呢 就有一票人跑去研發S光的骨毛機 那這時候光照上的材料 就要改用 幹 所以橫照橫照就有人去研究 使用X-ray 但成本很高 就太發 等到有人在他們 就很可惜 我之前跟各位講過 到最後呢 原本要走到體質外光 跟走到X-ray 都有一堆的神殺 開始去製作 後來都倒閉了 就是因為 直光繼續使用到 使用到 一直走到膝蓋 就是要多強大 好 所以 曝光的光源 穩定是必然的 波長要 短 讓解析度才會高 強度要強 因為這樣怎樣呢 照光的時間可以拖短 因為我們前面講過嘛 光主要發生 化學反應需要一定的能量 而這個能量就是靠照光的時間來控制 好 時間長 能量才夠 可是如果你的強度夠強 你的時間就可以 短一點 短一點 就好像很多人去治療有沒有 皮膚有雀斑 或是有 有質 有淚色打下 只要高能量 時間短 就可以把它燒掉 好 那壽命長 當然啦 半導體這種耗材 讓你能夠用越久 越好 不然那兩次換一個新的 就要像來燈泡一樣 當然希望你用久一點 那一般的光源 波長的光源 最主要有分三個 這些都是 水銀燈可以發出來的波段 水銀燈的光源就是這些 這些全部都是水銀可以發出來的 而其中呢 你會看到它在幾個波長裡面 它的強度會特別強 當然 一個發光的物質 它所輻射出來的光 跟它整個光呢 跟這個材料內部的 能接有關 原子能接有關 因為材料之所以可以輻射出來 就代表什麼呢 你給它能量 使得它基層的 原子的鏈子 要先放到能接上去 然後再要先回到 光State的時候 會輻射出光 基本的發光機制 就是你應該知道嗎 材料可以發光是因為 我們給它能量 通常會給什麼能量 電能 就是我們通常會插電 一氣會插電 插電 插電會給它電能 這個電能呢會激發 它 光State的電能 要先到更高的能接 然後可是更高的能接 那是不穩定狀態 它要先回光State 激態的時候呢 就會輻射出光 所以能接數量越多 它可以輻射出來的光的 波長準備就會越多 所以你會看到 它有很多的波長的光 都會放 而其中呢 最主要的波段 你就記得 分別是這三個 G-Line H-Line 跟I-Line 一般你在市面上 可以買到的 當然各位不會去買 因為 貴 再加上你買這兩個 一般都是G-Line H-Line 跟 I-Line 這三個 而其中呢 能看到 強度最長的就是 G-Line跟I-Line 所以要符合 我們前面講的光的強度 要夠強 這樣讓你的製程時間 就可以短 光時間可以縮短化 一般就是買 G-Line跟I-Line 就是孔光 水銀燈買來 孔燈買來 最主要就是 做成G-Line 跟做車 I-Line 那其中 G-Line呢 是用於 1.5製程 I-Line呢 可以用在 1.35製程 因為G-Line的波長 436nm就是 0.436 0.436 那一般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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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65 microniter 就是 3.65nm 通常是拿來 5.35的製程 你會看到 它同樣也有 極紫外光的 光 但是這個 強度太低了 你如果拿去把它當作 極紫外光的補光的話 第一個 它光的能量 強度小 比較佈很久 那就代表說 怎樣呢 你的使用受丟了很快 因為你要花比較長的時間 才可以補完一片灰粉 那如果這個 滾光燈 你拿去布 極紫外光的光源的話 你 可能跑多少 一過之後 可能跑沒多少時間 這個滾光的 生命周期就結束了 因為它 曝光滿 用這兩塊 曝光速度不夠快 所以 基本上 主要是用 i-Line跟G-Line H-Line也有在用 少 少 那通常 如果你是製造品 當然是 能用i-Line 當然就用i-Line 驅賴做得到的 i-Line也做得到啊 對不對 更短的 殺機用挪撈 用更好的大位 也可以 點點霧 然後呢 比i-Line 更小的 i-Line 那個 台灣半導體運動中心 有一台i-Line 不忘記 它是365Nm 比365更小的話 基本上 基本上 就不會有水雲燈了 因為水雲燈 它的強度 最強的出來 就是G-Line i-Line 給它這365名稱 比i-Line 365更小的 就會有 準分子雷射 28 準分子雷射其實就是 什麼呢 用分子 當發光源 我們前面講過 什麼叫發光 發光 就是物質裡面的 能階 電子在做能階的要錢 都會發光出來 所以你要找到四盒的材料 它輻射出來的光 的波長要短 波長要短 波長要短 就代表這光澤能量大 光澤能量大 那發光的材料 代表裡面的能階 能階的能階 能階 要夠大 所以藍藥千尾光是在這個時候 能階差越大 它能夠輻射出來的光的頻率 就越高 波長就會越高 所以 水雲燈代表我們發光的材料是 HG-Go 就是水雲燈 它是個 算是一個技巧 那 這個光谷剛剛講過 最強的 政府 最強的強度 主要是群藍跟艾拉 而你如果要更短過程的話 叫做氣瓶雷射 說出來就是氣瓶發光月亮 只是這間發光出來的 就叫做 要說出來的特性 有雷射的特性 好 用雷射的機制讓它發光 所以呢 就會用準分子雷射 啊 這個分子其實就是氣瓶分子 KR 佛幻赫 佛幻赫 所發出來的光是248難 好 28難 好 這邊來跟各位科普一些事情 科普哪些事情呢 好 來 一般我們常常講的 紫外光 就是UV光 UV光 在大型中我們可以都沒有UVA UVB UVC 那一般講的UVA 大概播成在400多種類 400難以後左右就是UVA 那UVA最可用在哪裡呢 就是做指甲的美甲機 很多人那個圖玩指甲 或者畫畫圖玩之後 要去造那個 就是指甲這個美甲機的固化 它那個上面的藍尿固定 美甲機 那他們用的光源 你可以使用光光燈 然後選擇 400多波長的光 那UVB 跟UVC 可能會被大氣 給 那個臭小型給吸收掉 所以在臺灣 在地球上的成分 就會比較少 那我們現在講的是 比它還要更超強的 金紫外線 深紫外線 因為它說紫外線 因為它說紫光 比它波長更短 就是說紫外光 比紫外光更短的 叫做深紫外光 比深還要更短 就叫極紫外光 那中文就是這個含義 可以到 極 深 然後極 最後是什麼 極深 反正就是一直 椰子就好 沒有變 就好像 那個 那個 就是 叫像什麼呢 叫像那個 其實就連尺寸也是 我們最早就喜歡講的是 micro meter 你看 應該說 我們最長動的尺寸 是長度 在我們音質單位裡面 最喜歡用的是 公尺跟公分 對不對 然後 所以說的就叫什麼呢 毫米 對不對 毫米 再小一點 micro meter 就叫做 微密 毫米是十的負三次方 微密是十的負六次方 再十的負三次方 再下去 就是十的負九 就變成 內隆密 對不對 內隆密剛出來的時候 就叫什麼 你們知道嗎 你們是會覺得 就叫奈米 對不對 錯 奈米是後來的名字 一開始不是叫奈米 一開始叫做 毫米 毫米 毫、毫米 兩個相承 負九啊 對不對 負三層負六 負九啊 所以一開始從 毫米到 毫、毫米 後來直接改名 叫做 奈米 所以你看 華人喜歡用字都喜歡 先用字疊字 感覺好像很深 有沒有 所以你看 就會有所謂的 紫外線 深紫外線 極紫外線 那下一個肯定會叫 極深紫外線 對不對 就好像深海 極深海 超級 就好像比爾賽 有沒有 我們在第一章所講的 應該叫什麼 基體電力 大型 small scale 小型機體電路 中型機體電路 大型機體電路 超大型機體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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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就沒什麼意義 但就回到超大型 very large 如果有VLSI 後來還有什麼 RTRA RTRA large 後來就比較沒有在用 ULLSI 然後就一樣 所以 KRF呢 可以發 248MV的光 那248MV 大型機體電路 在點25的製程 點25的製程 然後呢 然後呢 再使用我們前面講的 光在不同的介質裡面 頻率不變 波長會改變 而且波長會變短 所以呢 再將248MV的光源 整個系統浸泡在一體裡面的這種光 射出來的光 只要經過一體 它在一體裡面 波長會變短 短到點25 點步到 點13 點步到點13 7吋 那再下去走 又會找到什麼呢 佛化羊 ARF的 193 193就出來 193一開始做點18 一開始做點18 但是呢 然後呢 然後呢 原本是它只用在點18 可是我前面講過 使用靜潤式技術 點25可以做到點13 那193 就應該講 原本是 原本是 248只用在點25 點25 直接要做到點18的話呢 就要用193 可是後來發明了 靜潤式技術 靜潤式 不然有人叫靜潤式 英文就叫 Immersion Mode 就是沉浸在裡面 Immersion Mode的曝光 機台之後呢 直接用 248就被鋪到點13 更不要講 193可以繼續往下 鋪到現在的 我現在 我現在的 我現在的器材技術 就是有193在補的 我們來查一下 我也非常感興趣 網路是 一個 0 一 三 六 三 三 四 幾 三 三 三 五 這是台積電裏的一個工程師發明 台積電的45Nine 在45Nine裡面使用了19...還是使用193Nine 大家看過的193Nine是什麼? 是準分子雷射 然後呢使用 使用Immersion的Ethac-O 就是靜論式技術 可以去附45Nine的製程 Immersion mode 就可以讓193Nine去附45Nine 我們剛剛談到OXA 現在是用193Nine嗎? 沒有喔 在193Nine 對193Nine 193Nine 它從點18Nine一直一路用到更小 你看這邊 這張表就是在講整個曝光源的歷史 當初發展出G-Line 用0.43Nine 你可以曝什麼呢? 0.5Nine 就500Nine的製程 0.5Nine 然後呢 走到I-Line I-Line是365 它可以曝到0.35 甚至小到0.25 都有機會做得到 只要你調節得夠 好 接著就是準分子雷射 準分子雷射呢 中間兩個比較少在用 後來有在用的直接就是KRF DUV 因為這些都叫做UV光 就是紫外光 這些都算是UV光 而KRF 小於360Nine 已經到248了 它用的尺寸是0.25到0.13 這個光 它也叫做深紫外線DUV 定的E-E-E-P DUV就是定的UV 深紫外線 深紫外線 深紫外線28波上 它用到了0.13製程 然後呢 再往下走KR 那個 A-R-F 弗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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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化有就193 193可以走到22 走到22 好 那後來呢 弗的性能 有機會讓157 但是比較沒有在用 那現在發展出來的極子外光 波長只有 13.5 那又在哪裡呢 基本上就是144 基本上就是7以下 7以下 這本書寫出來的時候 都知道7還沒兩次 現在7已經兩次 7那裡才開始使用7字外光 7以下 甚至7 一開始推出來 去年推出來的7 iPhone X 那時候的7Nine 還不是極子外光 極子外光 極子外光是今年的 iPhone 11 1 才是用7子外光 那這個出來叫做 7PLUS製程 就是 就是 它是7Nine製程的 改良版 或是更清潔版 但是還沒有走到 我們來 還是7Nine 它是7Nine加強版 所以就喜歡講 7PLUS 它是屬於7Nine製程 只是它可以再 更小一點點 或更優化一點點 我們來看一下他們其他的資訊 7Nine導入EUD 但是成本會變兩倍 你就知道多貴 7Nine製程 所以剛才 台積電走到7Nine 在7Nine發展EUD之前 EUD是 EUD是 EUV是 這就是 UV的意思 7子外光 EUV EUV 那原本的EVOTION 用的是什麼呢 一直都講過 在哪裡 一直都是使用 那個 佛化氧 以目前使用的佛化氧 也就是我們的 193 現在193一直用到7Nine 所以看中間有多少的光源發展商倒閉 它都預計你應該要換了 就一直換 一直換 193一直用到7Nine 你就知道是多狂 就變成說 變成發展商 已經不是從光源左手 而是從靜論式技術 去改善它 那同樣的光源可以互出更短的波長 所以護光機的發展史裡面 一開始都是在走光源的波長變小 可是一直走到193之後呢 走到現在的 走到金子光之前的 193ARF的光源之後 後來的發展就是 如何改善靜論式技術 讓直接用靜論式的方法 讓波長更穩定更短 更短 而不是從光源左手 直到真的走不下去了 才有進一步的把光再縮向 變到金子外光 而這裡要特別注意的是什麼 雖然你的光源也沒變 但是你可能用靜論式的技術使得 光走在密體裡面 它的波長改變了 那實際上光的波長就是變了 代表什麼呢 你光組最後接受到的波長 是不一樣的 是不一樣的 好 那這就是發行問題 不同世代的曝光技術 你會使用不同的靜論式技術 讓波長變多 而不同波長的光 你的光組的感光方式 或是感光的敏感度 就要調整 就要調整 所以變成怎樣呢 光組也是不斷的持續開發 你要配搭什麼光源 就用什麼光組 配搭多少製程的波長 就要配多少的光組 所以你會發現到 好像是前半年的新聞吧 不是說台積電 因為光組出包了沒有 不知道在我們看新聞 就是 好像他們光組的動力商 突然變出那個發揮 一批有問題的光組 然後死了台積電 沒有發現到這光組問題 到後來才發現 報廢了 報廢了上半天 損失高達數億元 聽過這個新聞的劇集 沒有 從來沒聽過這個新聞的劇集 好 OK 所以大家沒有在看什麼事 我們來看一下人家 這個介紹這個 就是介有水 一開始使用水 因為折射率 大概會不到 多長感 看一下有沒有更 再用這個 一開始 然後就去 開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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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用純水 所以有沒有知道 基本上目前的開發 就走到193之後 直接跳到機制外光 EUV 那我們來看一下 目前EUV的資訊 所以請停車 停車 香港的校園 在這裡 えー 再給 南大部屋 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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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早期在研究補光源的時候 有各種難以 F2的機材在8.51台面 EUV只要1.5億元金 1.5億元金左右 F2的機材 這台主機的資訊 目前17.0的資訊波動 不過他就是13.5億元金 那他的波動是怎麼做到的呢 他是利用雷射產生的電漿 或是雙電產生的電漿 他靠的是電漿 那什麼是電漿 電漿是我們下一個商店就會介紹的東西 所以我們這周把雷射技術介紹完之後 我們會請關電漿的原理 那時候就跟各位介紹 什麼叫做Prasma變漿 我最早知道電漿的意思就是 就是有情形買了電漿練石 那時候我一直請到這份電漿 但是我還不曉得電漿的時候 我們回到曝光源 所以光源曝光 曝光的條件 取決於光的強度跟時間 強度越強 光時間就會越短 當然也跟你什麼光呢 跟光族有關 光族如果感光度強一點 他時間就可以短一點 因為跟光族的感光力強度有關 光族的感光度越高 越容易感光的話 他時間就可以短一點 或強度就可以低一點 而光的強度呢 主要是靠什麼呢 電功率 因為我們前面講過 光源 為什麼會發光 會反而輻射 會有能量 那會有電子的能量要簽 那他為什麼可以要簽呢 當然是你給他能量 這能量怎麼給他的 基本上都是插電 都是插電 那有兩種仿生 一種是插電之後呢 這個電源直接加到 這個 這個電位差 這個電壓直接加到這個氣質上面 或這個發光材料上面 一種是什麼呢 充了電之後呢 他是先給到一個燈管 那這個燈管可以發光 讓這個光去激發 你真正要發出 光源的氣質或材料 讓他再發出第二次光 常見的有這兩種 所以 要來就是這個電源直接 給到 你發光材料給他電的能量 要來就是怎樣呢 間接 怎麼樣間接 我插電是先給 第一個發燈燈管 這個發燈燈管 再照出來的光 然後再去給氣質 或者是那個發光材料給吸收 再去發射第二次的輻射光出來 這種方式 那強度當然跟你的能量有關 那當然就是你的功率控制 那 基本上 曝光源出來的光 基本上波長 這麼講 我們希望他曝光的解析度越好 那就會希望他的波長 越難低越醇越好 輻射出來的光 我們就希望蠢度高一點 什麼叫蠢度高一點 波長要穩定 波長要穩定 如果從大家講的 他的發光是一個連續波長的光源 就是他輻射出來的光 是一個連續波長 但是我如果只想要做i-line 我就需要一個濾鏡 或是有一個濾波器 就是怎樣呢 把飛這個波長的光全部都擋住 不要讓它跑出來 讓出來的光的波長乾淨 那你就要給他一個range 如果這個range太細的話 那光的強度就會變得很低 太寬的話 光的波長又太雜了 那曝出來的品質就會 有點問題 就比較容易出問題 所以這個時候就要拿捏 你既要讓過去的光的光亮度夠 但又不希望那個波長的寬度太快 因為太的話就這樣 要讓我們有各長波長的光過去 問你講到幾些 這時候就要拿捏 這個濾波的一效 過濾氣的一效 都不要注意到 所以呢 基本上它曝出來的光源 我們都希望是一個單一波長的光 比較好 但是單一波長的光呢 會有一個缺點是什麼 單一波長的光 我們在目射光打下去的時候呢 它碰到光組的感光之後 光打到下一個基板的表面 光組是黏在基板上面 當光穿透到光組曝光的時候呢 達到基板的界面的時候 它會發生什麼呢 反射 有露射光 必會有反射光 除非你是完美的 除非你沒有淋巴 我有光吸收完 沒有反射 不然有露射就會有反射 而當你的露射光 跟反射光的路徑重疊的時候呢 只要你的波長頻率是一樣的 就有機會發生所謂的建設性干涉 或破壞性干涉出來 你如果產生完美的建設性干涉 或破壞性干涉 就會產生所謂的鑄波效應 鑄波 就會發生所謂的鑄波效應 那鑄波效應會導致什麼呢 你希望你的光是直直的下去直直上 可是一旦露射波跟反射波產生鑄波效應的時候呢 你就會在某個地方的光度特別強 某些地方的光的強度 剛好完全破壞就有向消了 完全破壞就有向消了 所以你會發現 產生完全性的建設性干涉的時候呢 它的曝光強度會特別強 破壞性干涉的時候 光強度就比較不會發生反應 那你就會發現到你的邊緣的地方 原本光是在打下去 你希望它是瑞麗的界面 可是打下去的時候 反而基本上會反射 反射光跟露射光產生鑄波之後呢 鑄波一產生就會造成你的邊緣會發生拖浪狀 那這個效應就稱之為鑄波效應 鑄波效應是因為你光源的露射光 跟反射光產生了鑄波 造成你露射光的邊緣的形狀 是波浪的形狀 波浪的形狀 那要怎樣 降臨的祝波效應呢 幾種方法 第一個 光阻裡面加一些藍劑 使得怎樣呢 光 大部分都被 你在穿透光阻的時候 就被光阻吸收了 使得反射光要搶住一個面向 這是第一種 就從光阻著手 就讓光阻盡量吸收光的能量 那 可是這個你還是很難控制的 最好控制是怎樣呢 盡量減少反射是最重要的 因為重點就是反射光 鑄波的產生最主要就是因為有反射光的干擾 或者說是因為反射光的干涉所造成的 所以呢 勤者要勤往 所以 最好的辦法是怎樣呢 直接抗凝成 抗板射程 就好像我們蠻眼鏡有沒有 會塗一些孟穴活摩有沒有 既可以預光 又還可以 抗反光 所以呢 最好的是怎樣呢 直接塗上一層材料 這層材料是乳胎會產生反射光的 好 這個 這個我稱之為 ARC N-TIE REFRESHION COATING ARC 簡寫叫ARC ARC 這是一個抹磨層 它可能是個絕緣層 也可能是特殊的抹磨 在光學上 過關的時候使用 等於是怎樣呢 上光組前 我們前面不是講 會先上這個什麼 HMDS 就是連桌機 那在上連桌機之前呢 我直接 我下課火光了 我直接 一層抗反射層之後 再上那個 顏著機 再上光組 使得 在機板跟光組之間呢 還有一層抗反射層 使得 曝光的時候呢 打到抗反射層 不太會這樣做 這是業界常駐的做法 就是 直接塗上一層朵朵 抗反射 這是一種做法 那還有這個做法呢 是大直就可以這樣用 超級小尺寸 也可以用 還不好問是什麼呢 就是 曝完光之後 曝完光之後 在協議之前 先 烘烤一下 烘烤一下 那烘烤 我們前面講過 烘烤有什麼效果 首先 烘烤 如果你今天用的是 化學增強的激光 是不是代表什麼呢 烘烤可以讓 那部分原來不太被反應的地方 加強它的化學反應 原本 沒什麼補導 或是光的激量不夠 讓它補掉 讓這個高低企出 不要那麼的明顯 第一個是可以增強它的化學反應 第二個是什麼呢 光阻碧劑 但是 它還沒有完全的鳴固 因為 前面的軟硬烤 90度系的軟硬烤 只是 稍微不忘 你如果這時候 在 唯一鋪完光之後 再烤一下 可以浪費 這邊的地方 再流動 光阻就有機會 微觀世界中的小流動 那它再流動的時候 就會讓這裡的波浪狀的形狀 就會更小一點 或是你就想說 它就是 突然的話就流下來 最後就流成一個 平的表面 所以 消除 諸國消除的幾個 第一個 光水面加燃料 第二個 鍍上看反射層 在下面呼吸增加反射層 第三個是什麼呢 撲完光之後 嫌疑之前 再來一次 烘烤前 應該說 撲完光之後 烘烤前 第二個 嫌疑 撲光和嫌疑 之前 通過 不光後烤 出國消除可以在 曝光後 和 顯影之前 不要再 不如 出國消除可以在曝光之後 和 顯影之前 透過 曝光後的 烘烤 Post P就是Post 什麼時候呢 isprojo back isprojo 就是 曝光後 bating back 就是烘烤 來讓它 更平一點 好 只有這三種做法 可以降起出國效應 因為 光煮本來就是一個 一個 一個 偏激太狀的撲墨 所以它也有一個叫做波力型的過度特性 只要給它熱 使得光煮裡面再流動 再流動 可以讓它重新排列 可以讓過度曝光 跟曝光不足的 分子重新排列 來平滑這個祖國效應 平滑祖國效應 但是如果你烘烤的程度不夠 然後它也會把它完全消除這個波效應 而你過度的烘烤 過度的烘烤 過度的烘烤 又會影響到什麼呢 又會影響到光煮的聚合作用 因為它裡面在改光的時候 你過度烘烤 就會影響到它的改光效果 這就是駐波效應要注意的 所以 光源確定 曝光之後 很有可能產生駐波效應 你用剛剛的三種方法 一個光煮裡面加冷氣 第二個 度上抗反射層 減少反射光 第三個是怎樣的 就算你有反射光 沒有做過效應 我在鞋影後 要去鞋影之後呢 在鞋頭之前 我去稍微加熱一下 讓光煮再流動 或是增強它你的化學反應 使得曝光過度的地方 跟曝光不足的地方 可以稍微綜合一下 重新再化學反應 把它分子重新排列 讓它的邊緣 重新排列流動 不會那麼的 波浪 把它銳利一點 銳利 好 曝光之後呢 接著是鞋影 鞋影就是怎樣呢 把油反應掉的光 我們不希望它留著的 把它融解在鞋影機器裡面 鞋影裡面 所以呢 首先就是 它的步驟是什麼呢 步驟就是 泡到鞋影 泡到鞋影的Solution裡面 去融解掉那些曝光的光 好 融解完之後呢 接著就用DIY的去衝洗 把多餘的鞋影沖掉 沖完掉之後呢 再把它懸乾 懸乾完之後呢 再送去紅烤 再送去最後的紅烤 大概就是這些的支撐 這是鞋影的支撐 所以鞋影完 泡在鞋影裡 鞋影的溶液裡面 把融解掉的光組全部 把白照到鞋影的光組全部融解掉 融解完之後呢 要把殘衣的鞋影給去除掉 就是沖水 沖DIY的沖水 把多餘的鞋影 全部都融解掉 沖掉之後 我們就是做懸乾 甩乾 那鞋影機呢 一般的鞋光組都會使用 酷鹼性的物質作為鞋影機 那經常用的就是 NLH跟KOH 但是 這些都不是很好 為什麼 因為這裡面都有 那個淺土除元素 而這些可移動的粒子 在原件 電機上 再有殘存都很好 都很好 那還有另外一種的是什麼呢 其實最多的就是使用 有機物 一般 它 廣光製作為鞋影製作裡面 用到的很多化學容器 都是有機物 因為光組本身就是聚合物 本身就是 常碳鏈狀的聚合物 所以都會使用有機容易 來融解光組 所以一般都是使用有機物 這個TNH的這些 氫氧化氏甲金鞍 那副光組現在叫什麼 因為副光組的resolution比較差 那如果有在使用副光組的話 一般是使用二雅氧化 來當作他的血液劑 乙酸硬脂做血液做 那這現在很少在用 就連學校的絕大部分都使用正光組 學校的絕大部分都會使用正光組 副光組的很少在用 基本上 我這位置看不到十次 大概是這樣 所以這就告訴各位 鞋飲完之後 正常的鞋飲不外應該很唯一 可是你在鞋飲過程中 我前面講過 鞋飲是泡在化學溶液裡面 可是它進化到化學溶液裡面 你就是鞋飲時間太短的話 可能會出現鞋飲不足 就是你還有一些公主還沒有容減掉 還留在這邊 但是如果你放太久了 放太久了 我們前面講過 光打下來 光打下來還是會散射的 它會像四周反射散射 所以旁邊的公主過度或少都會 有光照射到 只是這個公主的強度比較弱 所以變成怎樣呢 雖然光打下來 它會反射 反射 反彈散射 使得旁邊的公主也是照到臉光 但是這個反射光的強度很弱 使得 剛放到化學溶液裡面的時候 它也不會被容減掉 因為你的光能量弱 我被打到的間際也能少 你的化學溶液不足以融化 可是如果放的時間太長了 不然不只副勞工的地方融解掉 連旁邊的公主也都會像側邊 融解掉 就是放泡太久 因為畢竟這個血液機就是要融解光主的 就是要融解 你的間際被光打壞掉的光主 是要除掉 那你泡太久就會對旁邊的光主 也會成功反應 就這樣 所以這就是過度血液跟血液不足 這兩種taste都有可能 那當然融解溶液就從中間開始融解 像是絲臭溶液 那也有可能你融解出來的尺寸 反而偏效會容易 放的時間太晚會晃 然後呢 所以血液完之後 所謂的血液過程就是讓血液機 撒在肌肉表面 然後開始旋轉 慢慢的血 他不要血很快 因為血很快就把他甩掉了 通常是怎樣呢 通常是他把地帶表面 他輕輕的動一下 稍微在旋轉一下 讓他均勻分目 就靜靜的放著 大約20秒左右 大約20秒左右 就會開始再殺水 也就是說 就好像血液機一樣 他開始先注入 血液機 然後呢 WAVE 稍圓 轉一下 轉一下 轉個兩三次之後 確定整片肌肉都浸泡在血液機之後 大概等個15秒到20秒左右 不到30秒 20秒以內 就血液夠了 接著就會狂噴水 把這些血液機全部充掉 就會狂噴水充掉 充完掉之後呢 就開始旋轉把它旋乾 就會把它旋乾 好 我們這邊休息一下